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的是重庆历史上唯一的一座帝王陵 我们去看一看他的帝宫是什么样 再来聊聊他的故事 这就是为明玉珍墓 在这的时候做出了一组秦景树像 在这龙岸后面所做的就是为这皇帝明玉珍 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对明玉珍是有些不熟悉 这是为何许人业 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 在元朝末年风起云涌 天下豪杰并起 你像张志成 陈有亮 方国珍他们是雄居一方 这明玉珍他的地盘就是在重庆 后来太祖爷周元璋树心欢愉 并一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 这明玉珍所建立的大侠政权 他比陈有亮 张志成被灭的时间都比较晚 并且他这个地位还往下有了传承 大家不要觉得他是偏居一语 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 能够雄霸一方都是唯一一个人物 在最开始他参加的是徐寿辉的政权 在徐寿辉被陈有亮删了之后 他与陈有亮是不共戴天 陈有亮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强横 就是这周元璋也拒三分 但是在陈有亮成立之后 这明玉珍也是建立了大侠政权 现在我们开始到他的地宫 去看一看 看看有什么宝贝 这一座墓它是唯一一个数学墓 并没有墓到 在坑里面就是唯一一个棺果 四周用大丝所砌成 这样的墓别说是一座地灵 就是一座将军墓 也比它好上很多啊 这是一座非常简单的地灵 但是整个的棺果还是比较大 一棺一果 在外面的果呢 它是为这香匪墓 据说当时考古时还有些香气 这里面就是为摆墓 在坑里面就是为这明玉珍 他的事故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里面 这一座墓呢 它是保存的很完整 在国家队进来之前 是没有任何的私人考古队来到这里 在这里呢 就是为很多当时所考古的一手资料 这是当时外观还有内观的一个样子 在当时呢 是因为这厂房改建才发现了这一座墓 既然它没有被盗 那它有什么宝贝陪葬物呢 说起这位皇帝的陪葬物呢 简直就可以说是寒酸 非常的寒酸 就算当时这盗墓者来到这里也会哭着回去 在这里面它是只发现一个金盘 还有两枚银钉 其他的都是一些简单的银物 它的龙袍 金银珠宝是一概没有 这是当时考古时所看到的衣服产品 在这一座墓呢 它虽然是没有金银珠宝 但是呢有一块石头 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那就是为它的墓碑 在这上面是记载了它的一生 整个的一千多字 写的当时原木如何起兵 如何建立大侠政权 它这呢也是当时原木明初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 这一座帝王岭呢 虽然普通 但是处理的并不随便 这里面是埋了很多的砂土 木炭 还有山河土 分了九成所埋 有很好的防盗功能 在当时明云针去世之后 它的大厦政权还没有被灭 在当时作为皇帝 哪怕是一方政权的诸侯 如此寒生的墓 还是非常的少见 在如今的韩国呢 有很多人都是围着明云针 他的后代 在当时明云针死了之后 将皇帝就传给他十岁的儿子 十岁天子如何治理天下 虽然当时的大厦内部 也是有些混乱 明云太祖专章开国之后 就派人来招降明云针的儿子明生 当时呢也是小之一里动之一情 就说你的江头北不过汉中 南不过波州 以往在这里安家 最强大的莫过于刘备 纵使有五侯辅佐 也是朝不保夕 你想你今日能敌得过天兵吗 但是明生还是不祥 在后来太祖爷派领大军来攻 明生不敌 开始祥 但是太祖爷也是非常仁慈 感觉他是非常年幼 就赦免了他 还给他封绝 后来把他迁到哪里呢 迁到了高丽 他还娶了高丽女子 生了四个儿子 并长久的在那里生活下来 翻页后代 所以呢 这明云针就是为他们的祖宗 但是呢也是非常可惜 在当时那个战乱时期 明云针只活了38岁 就病死了 这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他的皇陵 还是比较的简朴 那下个地方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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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